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能入实地真实地了解一些众生心念 三玄位菩萨了解的不广 不骗 实地菩萨的一地一地地到的究竟才能普遍 了解一些众生的心 直到你面什么 想什么 这叫医生啊 看你是神变了 给你下什么药要吃 病重了 药力还是不灵啊 众生的业重了 他根本就不接触 他不接触佛的教导 那说 佛能度一切 但是不能度无缘 他不接上你度 你怎么度呢 这个含义 那么一下讲这神统啊 一个善子他心自明 就他心自 神第一个他心自 入识了达一些众生心念 没乖没虐的 就入识了 无奈天眼自明 这说六根的啊 天眼自 菩萨的智慧 能够普障 见一些众生 为什么又生了又死了 生此生彼 始始始彼 什么地方说上 死到什么地方 生死 生死轮转了 他都有善乐 一切众生 他所造的善 生善处 造的乐 多乐处 为什么有这么些差别 那 无奈的天眼 智慧 有种种众生 生死 生死 死 生死 因为他所造的乐业 他所的善业 所受的苦乐 都是由他愿力而至的 乐愿 乐业 甚至剁了六道 六道 下三道最苦了 上三道 有苦有乐 深入过去记 无奈的许命之明 过去无量节 无量节的 就有许子命 许命自明 直到我过去做生 多生多生 做了什么事 有时候咱们在做梦 他会有反映你多生的事 你醒了完全不知道 这个梦怎么回事 没有 这个世界没有 那是你多结以前的 你跟这世界现在对不上号 那以前也多生的 这个梦可能 这个梦 佛弟子都是 都可以能做到的 但是这是做梦 真的也如是 现在咱们都在梦中 学佛法的人知道了 也有不知道的 在家人的 有些人能知道 那就是有智慧的了 我们看过三国演绎的 都知道诸葛亮吗 诸葛亮就是孔明 对他都很熟悉的 看戏记 刘备去请他去 让他出山 帮着他当军神 去了好几次 三次吧 他在屋里睡大觉 刘备带着官公 张飞 张飞好像冲去 打他一顿 刘备制止他 要不得 他在屋里 睡醒了 他说两句话 人家因为很好 我这胡说 大梦随先觉 这个很近乎佛教话 他说他不是佛教徒 他还是没觉啊 下句说 平生我制止 那他干什么呢 炒堂春碎竹 窗外日此此 他已经睡大觉 说孔明啊 知道前后 我说他咋不知道 他武藏人死啊 他就不知道死啊 他在那求七星灯 行道法 他算是个老道吧 来验寿 他这个方法不行 一天杀人放火 战争 还能验寿 五十多岁死了 这叫平生 我知知吗 平生他不知 他还在那造哪业 他都连我们这个小师父 刚发心出家都不知道 大梦随先觉 他没觉啊 他平生我知之 好像他是觉悟了 没有的 故事者 这佛的他心自明 他能了得一些众生的信念 能判断的正确 理解力正确 眼睛看见 在天眼看见 无穷无众生的生死死别 为什么他生到这个地方 他不该死 他死到这了 但是 有这个天眼的造见智慧 都知了 又能知道 过去的无量无量节的 自己都做些什么 这叫许名字 又能知道 未来的 未来季 时间很长的了 我又做些什么 又生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这些菩萨呢 不同了 他的他心天眼 许命 跟他能够知道 未来季的一些事情 无量节的事情 他都能知道 深入未来季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三四英国 都能知道 清静的天耳 耳根圆桃 咱们观世菩萨就生到 耳根圆桃 他能把三星大星 所有一些事情 耳闻 闻到声音就知道 知道上头所有的一切 都能知道 包括许名干啥 所以六通是通的 前头是六通 后头夹了四通 臭石嘛 环境都是石嘛 神力字 南柱无为的神力字明 菩萨大的 无作 无作的力量 产生了愿力 有十二种神力 经文后头里头讲 他能在十方四界的 现在一些祝福 处所 赞叹 供养 问正法 成满书生院 修无量横 分别去言音 自明 菩萨能了解 无数的四界 无量的众生 边地呀 什么 人员走不到的那地方 这是寡说人 还有飞人 还有出生 还有龙 一切的阴上 不晓得 细节明了 清楚他说什么 值得他含义 出生无量和生 其节 色神 无量和生 其 色神庄严自明 色神的庄严 相莫的丑陋 依报的豪坏 菩萨智慧都能了解 说一切众生 见一个众生 他为什么这生 受这个生 他问这生生到中国 他问死后 他又生到日本去 带日本又生回中国 又生到别的国家去 乃至不是这个世界 生到他风世界 下地狱 或者做多于轨道 都能以智慧观察的 清楚明了 一切诸法 灭定 致明 定生坏 一切诸法怎么消失的 就是这样怎么消失的 他又怎么升起的 他又怎么转化的 一切法都如神 这叫灭定 自明 在灭定 灭尽定 灭尽定是什么都灭尽了 灭尽定 灭尽了就是 世间所有的一切 灭尽相会出发 灭尽 灭尽 神医六根 这十八戒 全消灭定了 完了 菩萨也不是大慈悲心 还需立业众生 让业众生都能入世了之 这是如果大家看过 碳玄记 我已经单有一部著述 叫碳玄记 专讲这个智慧的体 智慧体 正是讲神统 神统是智慧的体 这个体怎么成就的 普贤菩萨的性 智 相 量 如理 如是 碳玄记里说的 广泛 说的清楚 但是你先掌握一个 才能看这些个 深入的 掌握什么呢 一个是缘起 一个是信空 说理的法门上 就是缘起 一个就是信空 说实的法门 就是缘起 像我们大家在这一个法堂里 共同学习环境 是缘起 观想根本没这么回事 法堂也是空的 这些人不存在 全是空的 性的本体 没有 在一身法界里 没有这些现象 那真空 绝相 在四法界 这是理法界 在四法界 蜿蜒聚在 就是现在 现在现实 就是现实 这叫缘起 缘起 没有实在的东西 缘起 性空 从性空 演变成 因为业 我说你照散也好 照那也好 演变出了十法界 这叫什么 这就是智慧 也叫神通 明了 这个明从什么地方来的 定来的 定从什么地方来的 定是什么 明是什么 智慧是什么 假明 真正的深入 回归你的本具 的妙明真心 那就是真的 你想知道 什么是妙明真心的像 那就在四法界里找吧 全部都是 显现的 四法界 虚妄的 回归理法界 理 来显这些事 四 来承计的 那个真心 这就有这些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实定啊 实通啊 下头还讲自在呢 还讲佛的自在 从这个实定了 实通了 实立了 那么已经明白了 佛的自在 就是这样自在 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这都是有作意的 是无奈成就的 要把这个说广 无量 就是前头说说的 要把他说说 他也是把他讲的 十种自在 是长寿短寿 菩萨自在的 热作用 因缘还有 那他就多活几天吧 就自在 度度吧 这都是假象 因缘没有了 那就不住世了 不住世了 有时候住 无量个生 齐节住世 有时候像 但释迦摩尼佛只住八十年 怎么跟他 结量相比 是生命的 命自在 但是释迦摩尼佛 报神 就不是这样子了 释迦摩尼佛 发神 那就无 没有这个 无这个言说可说了 就是披露折弄了 心自在 十种自在 一种是命自在 心和命 这是我们众生 最注意的了 现在菩萨的智慧方便 我们上来所讲的 心里自在 能入无证的大三 魅入正定 能献时间 一切警戒性 这叫游戏神通 神通是祝佛的游戏 没有障碍的 自去自在 你要度生 还得有个一处吧 管给说法宝 法宝笑容的 有时候失作用 给他几个钱 他把生事苦剁了 现在他没饭吃 没房子做 你资深中续都有 珍宝财物都有 严实的一切事物都有 这叫一报 不是正报 是正定智慧 一报是一切的事业财物 但是在菩萨分别 分上说 都是清净无奈的 还有夜自在 夜自在你所做的事业 看你做什么 都自在的 想做什么做什么 受生自在 菩萨它是随着心念受生的 不是随夜报受生的 说我们不自在 不是自在的 解自在 就是智慧 菩萨的圣洁 圣洁 什么都明了的 也就是卸他 有过难就不卸他了 严佛说的一切妙法 无障无奈 卸自在 愿自在 菩萨是随愿 随他愈 随他愿 随他欲望 他可以随时出现 随时又消灭 或者在极乐世界出现 或者在极乐世界出现 观世佛他不是极乐世界的吗 到极乐世界来度人来了 他是自在的 神力自在 咱说菩萨诸佛 神通广荡 他那威力 没可不能可测量 他视线变化 无障无奈 德克巴姆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不是在东方吗 可到极乐世界的西边去了 菩萨大 菩萨的大神力 就把你这个世界搬到那去了 往来又问你搬回来了 这世界上的人 谁也不晓得 知道吗 这叫神力自在 法自在 那个菩萨说法的时候 无障无难 你跟菩萨辨别是辨别不应的 何况跟佛辨别更辨别不应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 臣说叉说 横说竖说 都是自在的 还自自在 菩萨的智慧 就是咱们前前所讲的 一面间 产生无边无畏的力量 成正等正觉 内里清净无障难 外边的世界一切 一抱庄严 佛果斗无障难 第十四自在 佛的智慧 具处 与一面间 能陷入来的实力 成就正等正觉 这个在华案经的三十八 详细说 在前套 实名品 实名 就讲实自在的作用 咱们上来所讲的标题 说的是题目 下文到经文里讲 什么题目呢 像佛果德 佛代音宗是这样做菩萨修炼成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佛的果德 大家思想这么一个观想 都说的佛的事 如来出现 说佛的神力 说佛的自在 说佛的愿 说佛的神力 这里头含着 就说佛当初修行的时候 怎么样成这个果德 有的地方隐 隐呢就是隐身 把它隐身 怎么能达到的 达到的究竟了 达到佛国的果德了 现在我们讲这一段的是 云和祝福 无能奢取 什么叫无能奢取 除了佛与佛的道通之外 一切天 人 撒门 模范 二成 乃至于诸大菩萨 他的神力 对佛所做的事 不能奢取 就不能做障碍的一切 无能自佛 无能浑坏 佛所做的 在有的 有一翻译为佛圣法 他就无能奢取 就翻过来 佛能奢取一切 一切无能奢取佛 佛有十种罪圣法 殊胜法 这个是标这么一句话 出现品标的 但是表现的都在 佛不思议品 在后头 钻讲这个问题 一下说 为什么 祝佛无能奢取 就其他的一切 九界纵伤 只能为佛所自佛 不能制服佛 想毁坏佛的事业 想毁坏佛的言语 身作 思维 办不大 所以佛的法是最殊胜法 在不思议品 讲究有十种 最殊胜法 这个前段 就如来出现 提一提 在这不做详细解释 解释起来很多了 因为什么 那无能奢取呢 经文里的说 云和是祝佛眼 云佛是祝佛耳 云和是祝佛鼻 云和是祝佛蛇 云和是祝佛身 云和是祝佛意 这就是佛的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也就是 从天上 人间三门 模范 一切二成 乃至于大菩萨 不能跟佛相等的 不能跟佛的六根相等 一下说 佛的身光 佛的光明 佛的佛声 佛的佛字 是十种 叫无能奢取 每一个 佛的云和鼻舌身意 每一根 都有十来显法 六根三叶当中 把深叶发挥为光 这个光有长光 有特别放的光 长光有深光 深光放的光明 又有十种 放的深光 说祝佛的法 有十种法 能够普遍 无量无边的世界 哪些法呢 佛的眼法 佛的眼根 佛的眼是无际的 但是 佛的眼整人无际呢 在这儿不做解释 到离世间平 到离世间平 在详细解释 这都是标题了 这标佛出现 出现品当中 说佛的三叶 三叶就身口一三叶了 但是每一步经都佛者说佛的光 那个光呢都是 一放就收了 这个光是长放的 在不思许一品 说佛的光明 是常识入世的 微妙的光明 那佛的彩象 又不可说不可说 种种彩象的严好 这佛的彩象严好 就光明显现 就叫光 藏者呢 佛的身 佛的六根 都是有无量的光明 有量光明 这光明是成就了圆满的光明 普照是放 佛的放光的 但是不是这常放的 有时候放 有时候不放 六根都放光 但是已在面门所放的 眉间所放的 这是居多 这样居多 但是这个光呢 是通常的光 华语经所说的光不同了 常天的 常自在的 我们纵上 现在我们这纵上 特别我们天人 没有原理见不到 我们见到光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我们见不到 形容佛出现的含义 这是 这只是要举个题 这是祝大菩萨 心里 真是想 真是齐情 威延四者 那一名我等 开示言说 这是请佛说法 前头咱们说的这一段 这乃至于这一品 没有言说 那些 那些祝大菩萨心里想的 这些问号 就是那个菩萨 他心里想 佛就放光给他说 光就是言说 在这个十方无量的十方四界海当中 一切祝福 不止毕露诸诺 这是广说了 佛出现 是指一切佛的出现 那此经呢 但要毕露诸诺出现 这一下还是请法的意思 经文里都是请法 那一面我等开示言说 这是请佛说吗 这是举案 请佛说法 释放一些四界海的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好多呢 有四界海那么多 皆为菩萨说 四界海 众生海 法界南利海 佛海 佛波罗密海 佛谢陀海 佛变化海 佛演说海 佛名号海 佛寿量海 就是这些个菩萨 请佛说 无愿四尊 那一面我 为我开示 言说 心念 结果大家心里想什么 求什么 心念 在你心念 佛就知道了 佛就知道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些大菩萨 请佛说的意思啊 请佛说说 怎么样度众生 怎么样行菩萨道 为什么加个四界海 就是说 祝福 化度众生 的处所 说法 演说 这个地方吗 那海的行者 演起广大的意思 深广的意思 就是化度众生 说出了道场的用错 那些经文里头 华账品啊 主要说四界成利品啊 哪里最后的 黎四尖品 法界南利品 就说这些法 说四界海 就是 化用错 众生海 是种着化的机 众生海嘛 就化对机了 就是种众生的机 法界海 法界海 是他 叉中 一个佛叉当中 所奢侈的 支持这个所处当中的 所化的机 所化的机的处所 这个在 世界成就品 就说这个世界南利海 种种因缘具足了 说明因缘 贤受品 经文里头贤受品啊 就是 所化众生的方法 也是化生的方法 世界海 也化生的处所 于这个法界中 所有说一切法 说什么法 在什么处所 是南利的 在其他经论嘛 都说的四帖 就是四间法的道理 替理 四间法 只是四间法 离开四间法 还有个道理的 替就是理 入实的理 四间法是相 是四物 理那就不是了 就是真实的 怎么产生这些 世界的南利 南利 世界的南利 怎么为什么南利的 那三河大地 水跟山 那这土的面积 这都是叫南利 南利 三众不可理解 好像这个世界已经 就是这样子造成了的 但在佛经上讲不同 它有的南利 为什么这个洲在这个地方 这个阳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定南利的情况 含义 就四间法 皮爱也 它的义里含的很多 或者就叫理取吧 把这种的南利 叫成方便 或者法式 一切法的四样 什么样 什么样法是什么样 把南利和这个法式 两个合起来 四就是形式了 每一法有法理 有它一个形式 咱们说水的法 水法 活法 地法 这都叫法 每一个法 跟一个法都不同 这叫世界南利 世界的南利 世界南利是四 世界南利还有礼 咱们举的都举佛海 佛海就是化众生的化主 能化众生的化主 在这个布斯一篇讲啊 把这一海 那形容着佛说法的法 那是形容佛的法身 形容佛的德相 形容佛的报身 化身的一切的作用 这就是佛的妙觉 这就是佛的妙觉 警戒相 为了度那些个 大菩萨 说这个品 有时候叫布斯一群 美国将有时候成到波罗蜜 什么叫波罗蜜呢 对于所化者 让他怎么去做 化所成形 把这个化的积样 让他变成四十 让他去做 波罗蜜就是道比难的意思了 就达到究竟成佛的意思了 刚说波罗蜜就是智慧 智慧怎么做啊 大家思想思想 自我所做 现在咱们干什么 共同华眼经 就是学习智慧 要智慧的生气 不读华眼经 不知佛富贵 不得华眼经 不得佛的家当又好大 看看华眼经吧 那不是我们这个小南战步骤 也不是我们这个索佛世界 是华杖世界 那是佛的家当 就是他的处所 这个世界的所有财宝 一切物质 最重要的是众生鸡 还有华多众生 让华多众生得果 德果在果上 就是上名他泄脱了 这是入法戒贫 佛的离藏泄脱的境界 所有大作用都泄脱了 泄脱就叫自在 咱们现在就学泄脱 泄脱 什么时候究竟泄脱呢 到了成了佛果位了 究竟泄脱了 先看我们看这四间像 把他当成真实的 当成很大的 很多的 很广的 但是以佛眼观啊 那这个索佛世界就是 真是微尘岔海之中的一微尘 把我们的薪量放大大的 这叫泄脱 我们因为看着 都看着一点一点一点的 把自己的身心 再大一点嘛 把我们舞台山 再大一点嘛 到舞台县 再大点金昭 金昭到太原 哪儿到全国 这就大了 这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微尘 在岔海之中一微尘 对 佛在化度众生的时候 咱不叫随机应变吗 随机应变嘛 咱随机应变太小了 好像随机应变呢 好像这人很滑头 随机应变 那你随机应变嘛 就骗人 欺骗那是化头 佛这个化机的 可不是这个意思了 你是个什么机 你的奈号什么 你多生累劫 所作的散散呢呢 阴阴国国 佛都能知道 给你演说 而让你这些个 所有竖法你的 谁竖法你呢 是你自己的思想 竖法自己 因此呢 让你这个思想变化了 变化你的身业 变化你的口业 变化你的意义 佛能化度 难化的众生 佛能难化 也幻化众生 这一点来说 对我们可就太难了 太难了 每位道友 都要发菩提心 没发的劝发 一发的劝你增长 已经发了 菩提心 劝你增长 完了 你发了心了 得去做呀 得去做呀 做呢 做什么呢 化度纵上 我们有时候向外 化度纵上 有时候向内 化度纵上 向内就包括自己了 向内就是自己 先化 先化度了 再去化度纵上 这个神迹应变化度纵上 这是神业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献千百亿呀 披露哲诺 那就是发神 跟众生都本具的 如说那 功德所报的 报神的 同种叫化 化度纵上 佛他化度纵上 他深夜化的时候 他并没有动 没有化度纵上 的行为是发神 有行为化度纵上 是发神 这个在化度纵上 的时候 在这一个一含义 在光明绝品 咱们是如来现象 这个在光明绝品 乃至阿生其品 化度纵上 时间 那长了 阿生其 是无量 没有时间的时间 深夜呢 因为佛他不动本计 而事先化度纵上 他没有疲劳感的 不像我们 做点什么事做多了 就疲劳了 所以这是佛的神力 在这个经文里头 阿生其品 专门讲时间 讲佛化度纵上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莫他定为没有时间的条件 显那个佛的德呀 从从无尽 无论要深 要口 要义 都如是 化度纵上的说法呀 眼说 佛说法呢 是成根说法的 就是对积说法的 对积说法的 那这是雨也化度了 上面讲的化 南化众生 是说深夜化 这个是说法 是口夜化 说四体呀 说十二因缘啊 说六波罗蜜啊 三十七道品啊 说四不共啊 说的法太多了 往来说 佛的名号 我眼睛单有一个 佛的名号品 佛者那么多名号呢 因为众生 有那么多众生 佛的名号很多很多的 要么知道的不多 但佛名号品啊 佛的名号就太多了 所以单定为名号品 佛的寿量寿命 就是多长啊 咱们就知道 阿弥陀佛放无量寿 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无量寿啊 无量寿 无量寿八二岁就圆寂了 是无量寿 是无量寿怎么死了 不是死也是无量 那是化陷的 他没有死 我们讲过好多次 咱们唐朝时候 道宣律师 也证明了 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没入灭 没入灭干什么呢 说法呢 在隋朝智者大三 他在那儿送法化经入了 法化三妹了 一入法化三妹了 亲自灵三 法化一会 奄奄为善 他就这样听法化经去了 佛还在那儿说法化经 咱们看见你 我到灵三什么都没有 也不知荒山石头 这把菩提场啊 这化经把菩提场说的 那殊胜的箭子 不可思议 不是我们说想象的到的 我到菩提山 佛座那金刚堆 就是小土坛嘛 菩提座 已经没那么高了 但是还是很茂盛的 那么 也可那个时候还可以 我去那时候没有人管 可以到金刚座坐一下 实际上 你不坐金刚座 他就开路了 他明白了 我坐金刚座 坐得很痞了 我就下来了 你坐着腿也疼 我腰也酸 什么也没有 说凡夫跟圣经 现在蒙中凡夫心 思量圣人的境界 是办不到的 说你有福的 一天总是愉快的 咱哪儿都愉快 什么都不缺 没得福的了 拼命去求 温饱难得 五德山菩萨菩萨 文书菩萨到场 冬天也有冻死的 照样是吃不饱 存不难的 这叫别业 别业 佛菩萨 佛菩萨救度众生 化度众生 有的化不了 化不了 佛不能包办代替 佛只能说些法 让你去做 让你去消出去 把业障消失了 智慧福德就现前了 说佛的受量啊 是随众生根基的 住室的长短 不是佛自己做得了主的 为什么 没计可度了 你还住着干什么 他就越入泥盘了 有计可度 他又现身了 佛跟地上菩萨说 地上经就说 众生看着我是现佛身 我什么身都现 有缘再现 没缘就不现了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时机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贪食灭虫 遭夜暴 小时候的王小姐经常把蚂蚁当作玩具 看到它们就喜欢用手指头把它们一支支压死 还觉得非常好玩 小丽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要把这些蚂蚁全部消灭掉 别跑 竟然还敢逃跑 别以为跑进洞里我就没办法了 你要做什么 我要想办法把蚂蚁洞堵住 太好了 我想到方法了 看你们还能往哪里跑 你太残忍了 那些蚂蚁爬不出来 好可怜哦 不关你的事 我就是想让它们闷死在洞里面 看它们以后还敢不敢逃跑 太上感应天中曾说 昆虫草木由不可伤 然而王小姐 然而王小姐却把它们当作玩具 你要多吃 你要多吃一点哦 哎哟 女儿 这么多菜 我怎么吃得完呢 然而王小姐学佛的弟弟相当反对 姐姐这样的做法 儿子儿子 快来快来 你姐姐煮了好多的菜 一起吃吧 是啊 弟弟 赶快趁热吃了吧 姐 你不要再杀生了 杀生 我哪有杀生啊 你看 这些虾子 螃蟹和鱼 哪一个不是生灵 你把它们煮来吃 这难道不是杀生吗 你别生气 你弟弟长时间学佛吃素 当然会反对我们吃荤食 妈 我怎么会生气呢 弟弟真是太迷信了 这些东西天天都有人吃 也没怎么样啊 唉 这孩子 真是的 他自己吃素 就希望所有人都和他一样 也吃素 妈 快趁热吃 别理他了 王小姐不听弟弟的劝告 依然我行我素 果然过没多久 她便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王小姐全身发痒 四肢脱皮 她皮肤脱落的状况 就好像在剥虾壳一样 啊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女儿 怎么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女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 还是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对 赶快去医院 姐 你去看医生也没有用的 你看 你手臂脱皮的情形 就像剥虾壳一样 你这是遭到果报了啊 不许胡说 我们快去医院检查吧 诚如弟弟所说 王小姐看了好多医生 都检查不出病因 吃了各式各样的药 也不见好转 姐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你这是因果病 是因为杀生而得到的果报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你杀业太重 只有放生 护生 多做善事才能减轻业报 就这样 王小姐便和弟弟 一起参加放生法会 一起学佛 没多久 王小姐皮肤脱皮的情况 开始好转 弟弟 你看我的手臂 哦 脱皮的状况好多了 姐姐 你现在相信因果报应了吧 要知道 杀生的罪过可是很重的 是啊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杀生了 然而 王小姐学佛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对于杀害昆虫 蚂蚁这样的行为 仍不以为意 没有罪恶感 因此仍继续造恶业 咦 哪里来的蚂蚁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蚂蚁呢 嗯 哦 天哪 怎么这么多蚂蚁 王小姐看见墙角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 心生厌恶 于是便像小时候那样 用手指把他们一只一只压死 杀生无数 杀害无数蚂蚁的王小姐 再一次遭到了果报 她的指甲变黑 而且又痛又痒 姐 你最近是不是又杀生了 没有啊 嗯 我想一下 前几天我捏死了一些蚂蚁 蚂蚁 姐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杀生的吗 难道捏死一些蚂蚁也算杀生吗 是的 世界上任何有生命的生灵 我们都不能伤害它们 伤害生灵就是杀生 那是会遭到果报的 原来如此啊 我知道错了 我真不该杀生